理工二三阿酒贏家創意大眾 公共電視杜演官金館 以探討海外保護的紀錄片海志花 拿到飛極情理的最佳杜演眾 正是台灣頭一次有杜演 拿到一個中央 這個紀錄片結合很多部價 當作作電影 先去到我們所了解的海花 等到什麼樣的危機和破海 用機體表演和環境對位 這個創新的表演形態很壓迫 要受到國際評審的競爭 台湾公共電視的 導演官金館 在日空二三年阿酒贏家創意大眾當中 以紀錄片海志花 提到飛極情理最佳的 導演中 海志花 這部紀錄片對新北淡水 協助台東南電 結構十大海花紀錄 不一樣海口所遇到的種種違法 包括工廠開發 工業區有這麼過度 這也是頭一次有臺灣的 導演拿到這個種 感謝評審跟主辦單位 讓島嶼國家共同面臨的海岸問題 被看見 那期待我們這一代人能夠有智慧 共同解決海岸的問題 謝謝大家 對 海警官的最大 導演中競爭 很激烈 國警官的競爭對手有 很多多名的導演 包括韓國 導演中學期二十五 導演 Rachel Perkins 町町町 國警官 導演表示 這部紀錄片海志花 立名團隊和很多 很多目指 當作重點 也 清新去了解感受臺灣的海華 用無德基體表演和環境對位 這和英國的紀錄片 真不一樣 國警官表示 創新也是紀錄片的出色 所以我們要在台灣還是要跟國際交流 就是要有轉新的形式和創意 國警官導演用 他想紀錄 臺灣的環境變遷 已經有三十多年 海志花是他第三十三 沒有紀錄片 臺灣的主張環境 在這麼多年中間 剛好多多個紀錄和破壞 他都用警頭和紀錄下來 這三十多年 他關心的事情都一樣 不過他要強調 不一樣 時代要用不一樣的方向和我跟共同 他也相信只要繼續說下去 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改變現狀 記者 魯雄如 夏桂林 台北報道